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合并绘算 然后有最左栏 还有100年B1 好 确定 我们是不是算下这个数值了 可是呢 我们会希望把那个总人数 总户数 我这边 我这边有户数 然后有人数 就是巴里区 它的户数在这里 巴里区的人数在这里 我们都可以去做统计分析 例如说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在这里 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那个 Vlookup的方式来去输入查找资料 这个是 Vlookup 我们可以去查询 板桥区它的户数 我刚那边定义了一个名称叫做人数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也可以点F3 F3就是呼叫已有定义的名称 这个名称是我定义的 所以我知道 就是叫人数 好 点选人数之后 逗号 逗号 人数里面 第几栏是户数 人数里面第几栏是户数 1 2 3 4 所以第四栏 第四栏 而且我要完全正确 这个Vlookup你们会使用吗 不会哦 好吧 等一下我写在白板上 这是代表什么 板桥区 板桥区的总户数 看一下 在这里 总共有二十万个加户数 好 二十万八千零三十一 你看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就找出来了 快速点两下 全部做完 这个是什么 总户数 那接下来请问一下 我们是不是要去取得那个平均 平均来去做比较才比较合理 所以平均户数 应该说是那个 所以低收户比例 我们应该比的是这个低收比例 所以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户数 除以总户数 而且这个正是用百分比呈现 百分比 好 不然我们用两位小数位 那我们就可以依照这个低收入户数 来去看一下谁高谁低 因为刚刚我们用这样子一个户数哦 来去看板桥区 我会觉得它实际上它的总户数 你看这么高 我们虽然这边落出来它是第一名 对不对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 在这个地方实际上低收入户数 比较高的比例 比较高的比例是在瑞芳 瑞芳还有平息 还有双息共僚 万里乌兰 那三重呢 三重只有这个1.59 1.59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应该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把这个低收入户数比例呢 我们大概应该可以区分两种 两种性质 一种是什么 一种它可能经济比较落后的低收 那另外一种可能它在那个繁荣层次里面 那个收入很低的这种低收 因为这样子的低收 这样子的一个低收 例如说在三峡 三峡自然有没有比较 或因哥自然有没有比较不好 我的意思就是在那个低收入 这个总户数如果还蛮高的里面 如果出现这一种这样子的一个低收入 如果是低收入户数的话 可能它就已经算是高的了 可是如果在偏远 比较偏的地方 它可能到了5% 这样才算比较多 这两种性质是不太一样的 有点像我们在讲那个癌细胞 我们大家每个人身体都有癌细胞 可是就是在某些人身体里面 这个癌细胞会得到控制 在有些人身体里面 好像一有点感冒那些癌细胞 它就是一个很好发展的机会 好了 现在重点是我要用这个来去算 这个要去算什么 因为它的比例 所以我们来去看最大值 最大值大概就是到了5.75 大概6% 所以0到0.06之间 这样子要比例 也就是说 0到0.006 这当然是要用百分比来呈现 而且是用这样子来去呈现 然后接下来往下拖曳到6%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大概就是 最大值是到不到6% 然后接下来再去做 我刚刚跟各位分享 资料 是不是有一个资料分析 资料 这边有一个资料分析 直方图 确定 然后接下来呢 输入的范围 是不是变成这个范围了 然后 然后组介的范围 就是我现在设的这个组介范围 输出的范围呢 是落在这个地方 累积百分率 以及图表输出 确定 然后重点是 我们要去看 这样一张图 它所呈现的 才会比较公正 比较公正 为什么 因为我这边 我算的是 依照那个 总户数来去算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 这样直线上升 直线上升 直接快速到 75% 75% 然后接下来就是 开始慢慢和缓 好 所以 这样子的一个 累积的一个变化 这也是我们很多人 在研究的重点 例如说在 新兴都市 或者是在 自开发的地方 它的低收入户数的 一个变化 或消长的情形